与A股开始步入卖牛行情不同 港股表现并不进入人意 根据Bloomberg数据显示 目前香港恒生国际指数适应率仅为6.9倍 估值位列全球倒数第三 仅仅是高于面临经济危机的非洲国家赞比亚 和只有四只股票上市的老挝 彭博指数指出 恒生国际指数原本CEIAC世界指数的折价达到60% 创出了2003年以来的最大折价率 而7个月前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则是刚刚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 众多分析师对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看法转为悲观 法国新银行今年3月预计到年末该指数会上涨17% 现在预计明年该指数只能持平 高盛本月将H股的评级展望 从重仓下调为中立